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好玩 电影的序幕阶段 几个大汉一身重金属的硬核装备 冲出了躲避的仓库 与一大帮散发着口述的僵尸展开血战 激战震撼之时 众人发觉弹药告庆 生死未卜的危机关头 电影镜头一转 开始分别讲述几人之前的痛苦经历 土著小胖哥与两位好机友相约 一起露营打猎 一开始小胖哥就感觉空气中 弥漫着诡异的气息 并且当晚他见到了 有生之年最大规模的一场流星雨 一觉醒来 小胖哥发现两个伙伴都不见了 熏着地上残留的血迹 小胖哥很快就看到一位好友 残缺不全的尸体 不远之处 呆立在那里的另一位好友 也就发生了异变 看到小胖哥就张着血盆大口扑了过来 小胖哥抄起猎枪 罩着僵尸的小腿就是一枪 僵尸压根不理会自己的断腿 而是匍匐前进 一路向小胖哥爬来 小胖哥没忍心将其抱头 选择独自转身离开 巴瑞是一名技工达人 擅长制作改造各种武器和工具 事发当晚 巴瑞并未发觉异样 与妻子和女儿开心的满餐之后 一家人黯然入睡 睡到半夜 小女儿跑来报告 厨房进来了陌生人 巴瑞捏手捏脚的前去查看 看到一个面目猙獰的家伙 正在啃食冰箱里的鲜肉 看见巴瑞出现 二话不说将巴瑞扑倒 向巴瑞的脖颈咬了 妻子闻声赶来 抄起尖刀插进陌生人的后背 可是陌生人不闻不问 继续猛攻巴瑞 妻子又举起斧子 披下陌生人 可陌生人还是进攻势头不解 直到巴瑞挣脱束缚 将斧头披下陌生人的头颅 怪人才最终被挂掉 就在巴瑞对眼前的一切 困惑不解之时 妹妹来电诉说了自己的经历 妹妹布鲁克是前卫摄影师 在工作室拍摄时 模特突然变异 狂兴大发 将助理生吞活泼 不久之后 助理也变成了僵尸 开始袭击布鲁克 彪悍的布鲁克吵起铁锹 击死了助理的脑袋 用铁钩控制住了模特 却发现门外已经被僵尸层层围住 听了妹妹的话 巴瑞绝能带妻子女儿逃离城市 走出门时 大街上充满了四处有等僵尸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一家终于驱车离开 被困工作时的布鲁克 听到门外有动静 最后两名身穿防化装备的武装人员破门而入 两人熟练的将嚎叫的模特抱头 布鲁克本以为自己终于得救 却被来人捆了个结结实实 二人抽取布鲁克的血浆 证实其还未发生变异以后 一拳将他打晕抓走 逃离城市的巴瑞一家一路狂奔来到郊外 先是小女儿发生一变 不久之后妻子也感觉不妙 在与巴瑞吻别之后开始哭向巴瑞 伤心不已的巴瑞想要转身离开 由于片刻有自己改制的射钉枪 将妻儿射杀 令其得到永远的安息 卖卖布鲁克从昏迷中醒白 发现自己处于封闭的货柜之中 身边的几个僵尸与自己一样 被捆成粽子挂在墙壁上 不久之后一名风骚无限的怪博士 走了进来 观察了一下布鲁克之后 抽取了一罐僵尸的血浆 注射到了布鲁克的身体内 驱车路过的胡子哥 发现了生无可怜的巴瑞 在妻儿的尸体把发呆 在确认巴瑞是不是僵尸时 巴瑞却抢夺了胡子哥的补枪 准备开枪自杀 胡子哥前去阻拦 激怒了巴瑞 二人拳脚相加一番缠斗 冷静下来的巴瑞决定和胡子哥 一起去解救妹妹布鲁克 汽车中途抛锚 巴瑞下车修理 发现树林之中有动静 二人前去查看 一声枪响 胡子哥脑僵似箭倒地身亡 突出小胖取着猎枪走得出来 发现胡子哥不是僵尸 懊悔不已 巴瑞虽然气愤 可此时能遇到个活人不容易 于是问小胖是否愿意组队 小胖欣然同意 二人随机结伴同行 巴瑞和小胖来到一间仓库 里面的难兄难地告知二人自己的发现 汽油 酒精 煤油 都无法点燃 这是汽车失去动力的原因 众人打开冰箱取出食物 里面捆着的一只僵尸吓了巴瑞一跳 吃过饭 一人点上了一只香烟 随手将火柴丢到了一摊僵尸残留的血迹上 僵尸血瞬间熊熊燃烧 这让巴瑞兴奋不已 他让众人将冰柜中的僵尸取出 一番改造后将僵尸血引流到了发动机之中 发动机应声启动 众人找到了取之不尽的绿色有机能源 众人决定把仓库外的汽车拖进来 改装成僵尸洞里 全副武装后冲出了大门 一番大战之后 汽车成功被拖了进来 付出的代价同样惨重 一名同伴被咬掉了鼻子 其余三人只好就地去猜 把他绑在了汽车上充当燃料 开车冲出仓库大门 三人行至途中 发掘汽车动力减弱 大家以为燃料即将耗尽 于是下车抓了一只僵尸补充燃料 天色漆黑 汽车彻底失去动力 众人看见围龙过来的僵尸 不再撒发口臭 恍人大悟 夜晚僵尸不再喷头可按气体 而是将气体自产自用 变得行动迅速力大无比 三人无忌可施 只能被困原地等待天明 深夜僵尸一搏不公事 最终将一名同伴养伤 迷流之际 他恨求小胖和巴瑞 趁神志清醒时帮助自己安息 无奈的巴瑞举起了手枪将其爆头 天光大亮发动机再次轰鸣 巴瑞和小胖开车冲出了石群 巴瑞和小胖前进不久 就遇到了抓捕布鲁克的两名武装人员 得知巴瑞要去寻找布鲁克之后 二人假称妹妹被救到了军方安置点 让二人开车跟随前往 而布鲁克就被关押在这辆卡车的货柜之中 被怪博士注视了几次僵尸血浆之后 布鲁克仍然坚强地保持神志清醒 并且发现自己竟然与货柜中的其他僵尸 产生了神秘的心电感应 心有灵犀一点就动 拥有了这一项强大的天赋技能 布鲁克开始操控僵尸 对怪博士发动攻击 混战之中 怪博士被咬伤了手指 这货也属实是个狠角 拿起电锯壮士断腕一哥勇志 切掉了自己的一只手后 怪博士举起电锯恶狠狠地走向布鲁克 可惜断腕并未能阻止病毒入侵 变异之后的怪博士身不由己地 成了布鲁克的跟班小弟 布鲁克控制怪博士解除了自己的束缚 然后拔出怪博士腰签的手枪 一枪将其爆头 布鲁克打开货柜准备跳车逃走 却发现哥哥巴瑞的车正在后面 还有一辆武装人员的吉普车紧随其后 正要开枪射杀哥哥 布鲁克飞身一跃跳到哥哥的车上 被前后夹击的巴瑞夹到马力 僵尸燃料急速燃烧 车一路狂奔冲了出去 追赶不上的武装人员开枪扫射 虽然没有打中巴瑞三人 却将僵尸燃料爆头 车急驰一会之后 失去动能停在了马路中间 巴瑞下车想要找一只僵尸补充燃料 妹妹布鲁克得知之后 表示自己可以帮忙 布鲁克使用刚刚领悟的新技能 控制一只僵尸乖乖的走进铁笼 自己主动带上了给汽车提供燃料的装置 看到布鲁克已经成为了僵尸大头领 可以随意操纵尸 巴瑞和小胖被惊得母灯口呆 就在此时 武装人员尾碎而至 开枪将小胖射伤 三人只好慌忙开车逃走 小胖伤势过重 巴瑞开车躲进树林进行查看 小胖建议自己留下断后 巴瑞和布鲁克开车逃命 巴瑞不忍心丢下小胖 二人争执之时 布鲁克也开始产生异变 布鲁克请求哥哥在变成僵尸之前 将自己射杀 巴瑞没有勇气开枪 布鲁克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心脏之时 追兵已到 他调转枪口击毙其中一人 巴瑞起身迎战 却一个照面被击晕在地 巴瑞苏醒过来 发现自己和小胖已经被靠在了车上 武装人员对二人没有任何兴趣 他们想要带回布鲁克的头颅进行研究 布鲁克看着哥哥被虐待 布鲁克主动从藏身之处走了出来 就在布鲁克的头颅即将被挥刀展现的危机关头 小胖主动将手时送入了僵尸的口中 变身僵尸之后 小胖将一只手臂斩断 在布鲁克的操控之下 十几步枪疯狂扫射 与此同时 树林中充出的僵尸 也对仅存的一名武装人员形成围攻之士 可惜功亏一篑局势再次迷转 武装人员一枪将小胖爆头 又一枪击穿了布鲁克的心脏 一票僵尸也随着布鲁克一起倒下 感觉大局已定的武装人员提出跟巴蕊来一次单挑 却在缠斗处于下风时 开枪将巴蕊击伤 被当作燃料的僵尸张口向武装人员扑来 武装人员补血一骨的将其爆头 却被僵尸剑得满脸湿起 巴蕊凝笑着将点燃的火柴丢在了他的脸上 被烧的血肉模糊的武装人员 看见布鲁克和众僵尸再次站起身来 一步步向自己逼近 公路之上 巴蕊兄妹拦截了一辆武装人员的货柜车 一言不合 布鲁克一个眼神埋伏的僵尸飞奔而出 把武装人员扑倒在地 僵尸不可怕就怕僵尸有文化 心智健全的布鲁克成为一代僵尸领袖 开始了对武装人员的绝地反击 电影到此结束 创意非常不错的一部小成本僵尸片 李渔自己算得上僵尸片的中分 尤其喜欢这种脑洞大如陨石坑的神片 僵尸都满大街乱窜 见人就咬了 发生任何意外都不应该觉得毁三观 反倒是用僵尸片批判社会现状 歌颂人性光辉什么的让我觉得奇怪 通过一个非常扯犊子的故事 来表达一个非常高大上的主题 是不是显得更扯犊子了呢 好吧 这就是伟大深刻的魔幻现实主义 全网搜索关注李渔电影手册 B级神片宝藏号 带给大家更爽更酷更刺激的观影感受 B级神片宝藏号